两年一届的精英节快要举行了,而精英节上最受关注的当属精英女神,今年的精英女神跟前年一样不再是观众投票选出,而是由湖南卫视根据女星们两年的时机评选出来。 据悉,今年的候选人将从迪丽热巴、郑爽、关小通三位中选出,你们觉得谁会是观众瞩目的新精英女神,上一届的女神获得者是唐燕,当时她的作品真是不少,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都非常的受欢迎。 在去年她身上穿的服装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,一身金色衣服的她就好像是自由女神一般,高贵二迭亚,今年与来友罗建合作的新剧规矩来收视率也是非常的高。 但是不知怎么,唐燕今年并没有出现在前五名当中,唐燕,中国大陆人妓女演员兼歌手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2002级本课版,曾被誉为中戏笑话,迪丽热巴,1992年6月3日出生于乌鲁木齐。 中国内地女演员,维吾尔族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说起胖迪,就知道是杨密奇夏被艺人,也是杨密奇夏最努力的女艺人之一了。 最近一两年,可谓是流量小话担当之一哦,也是因为这巴扎克拉脸人,扮演既动比又高老的女神高文火了之后,从此胖迪的演艺生涯就此打开了。 后来了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优秀作品,比如,漂亮的李慧珍讲述了这巴主演的李慧珍,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。 还有同月一,其播出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热巴饰演逢酒,为了爱什么都愿意豁出去的,可是后面天天还是没能和高伟光饰演的帝君在一起。 再到现在的《一千零一夜热巴克登伦》主演的如同画般的故事,历经重重困难,两人最终在一起了,这些作品都是深入人心的,也是投票排第二哦,所以说这巴是候选人之一,也没错。 郑爽,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,出生于辽宁生沈阳市大东区,中国内地女演员,毕业于北京电影十月零七级表演西本科班。 这两年,郑爽呈现给观众的作品也是不少的,像去年的《夏至未至》,近期热播的《为了你我愿意》,热爱整个世界等,无论是哪部作品,我们都能看到场内卖力的演出和渐渐渐步的演技。 郑爽一直是非常努力并且很谦虚的演员,他很低调,也很有个性,这段时间郑爽曾传出两次关于《恋情》的绯闻,在之前还频频上微博右搜,可见郑爽的受关注程度了,而且还是投票最高的第一名,但也还是无缘精英女神了。 关晓彤,1997年9月17日出生于北京,寻生、演员。 2001年,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烟海城福》,从而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。 2005年,因为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无极中》,饰演小青城而成名,最后就要说到湖南卫视热捧的人了,就是陆寒的女朋友关晓彤。 关晓彤从小进入演艺圈,有活名闺女的称号,在当,前热度很高,她主演的《极光之恋》、《甜蜜暴击》等剧,都在湖南卫视播出,湖南卫视大大小小的晚会之类的关晓彤,几乎全部到场,是湖南卫视今年热捧的小花了。 再加上她的男朋友陆寒,应该算是热度比较高的了。 但是在这次投票中未能进前五,许多网友说,关晓彤和湖南卫视的关系很亲密,有可能今年的精英女神就是她了。 所以,究竟谁会站上精英宝座上,成为汪中瞩目的新精英女神,你觉得会是谁?